香港主持人歐永泉 主持电视节目东张西望 经常报道民生大小事 为市民处理各种纷争案件 没想他自己原来也深受其害 多次遭邻居恶意骚扰 去年年初 歐永泉曾透露阳台常出现 楼上邻居丢的东西 包括吸尘器金属管 雨伞大型螺丝钉等从天而降 导致阳台成了垃圾回收站 所幸这几次的物品坠落 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受伤 此外大量的塑料束线袋 也曾掉落到他的阳台 请管理员提醒楼上住户后 对方却理直气壮的反抢 拆棚架就是这样啦 近日对方更是变本加厉 将碎玻璃掉在欧永泉的阳台 让他忍无可忍之后 终于决定报警处理 迎来不少网友纷纷斥责 邻居实在太过分 建议向节目投诉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